好,我们来看一下被雷劈过的金丝兰是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好,我是老江 前天在情人节 有些大哥就摸着良心说了一点感天动地的话 然后就导致我们这一块木头让雷给劈了 具体是哪个大哥我就不说了 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当然如果你觉得跟自己没关系的话 也可以打四个字,问心无愧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块木头 来,近一点过来看一下 这块木头它的花纹非常的好 这边是一些水波纹 中间还带有龙胆 这有凤卧纹 但是这边是大水波 可能看这边的话就比较明显了 很明显的龙胆纹 但是比较的薄 可能做不了什么太大的东西 等下我们叫师傅看一下 看能不能利用一下 经过师傅一番的研究 最后决定先把薄的这一节切掉 切下来这两块料虽然花纹不错 但是太薄了 感觉做什么都不合适 好香 雕刻之前我们要先把外皮刮掉 看看里面有没有明显的瑕疵 以及它的花纹走向 对于这种料而言 雕刻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花纹 如果把有花的地方进行了雕刻 那就得不偿失了 现在我们开始雕刻 第一步师傅需要先用电锯 把大概的形状打出来 有没有朋友可以通过现在的形状 猜出师傅今天要雕刻什么 形状出来以后 就要用高速转对它进行第一轮精修 就要用高速转对它进行第一轮子 现在这个效果已经非常明显了 雕刻的是花开富贵 当然对于这种雕刻而言 只要你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 好好的学 香气很快就会发现 自己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现在我们要对这个花开富贵进行打磨 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 既要把它磨光滑 又不能把它磨过头 打磨工作完成以后 我们就要给它配一个底座 好现在我们这个百戒已经打磨好了 给它上一点油 红木油 我们来看一下金斯兰的雷基木是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红木油 非常的亮 烧上去 近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得用手套给它插一点上去 因为我们要尽量避开这些雕刻的地方 不上 这样层次感的话会明显一点 好现在我们这个红木油打上去以后 这个花纹就非常的明显 这边是一些龙胆纹 这边是水波纹 然后这一片是没有什么花纹的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地方 给它雕刻了一个牡丹花 雕了两只鸟 花开富贵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大哥们的功劳与苦劳 最后问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雕刻的位置是应该保留自然 还是给它刷上红木油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奖点赞收藏加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